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请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段圣经充满着智慧 充满着能力 充满着上帝的应许 他说既是这样 既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知道的 神所知道的神就召我们 我们第一个是神先认识 再来是神召我们 然后神就开始磨碎我们 称我们为义 磨碎我们的最后 叫我们最后变成神的 神儿子的样式 使我们可以得到神儿子的荣耀 哇 弟兄姐妹 这边讲说既是这样子 我们还有什么说呢 神若帮助我们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 谁能够抵挡我们 就是 谁也没有办法把我们打败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帮助 因为 因为神的工作在你身上 那还有仇敌也在想尽办法 要攻击我们 弟兄姐妹感谢神 你知道家庭充满着问题 是不是 工作之常上也充满着问题 夫妻中间有很多的问题 那弟兄姐妹 冷战 我们今天都不吵了 我以前 我在上班的时候 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奥利桑 他就说 我们夫妇都不吵了 现在都不吵了 不吵不是 就没有问题 反正我就把这个问题晾在那边 弟兄姐妹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我们看见 这样不是没有问题 冷战不是没有问题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 上帝要借着这十多的事情 来磨了我们 塑造我们 使我们渐渐变成神儿子的样式 所以他说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帮 还有什么说的 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 当然我们更不可能改变别人 可是我们很多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很想要改变对方 我们就觉得 但对方做得不够好 我不够反应 不能瞒我的意 弟兄姐妹 其实你弄错了 你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可能 来改变一个人 我跟那个姐妹讲 我说你不要期待 你结婚你就看见 你先生这里不对那里不行 这里不行 你就一直的指责 一定要她改 我说 为什么你都改不了 对我姐妹 其实我们不要想 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人 我说 你先生认识你之前 他已经是这个样子 他三十年都是这样子 你现在你要你结了婚 你要把它改掉三十年 他所建立起来的生活习惯 或者他的观念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说只有一个办法 改变你自己 你改变你 只能够改变你的自己 你一直的责备 埋怨的职责 结果是什么 你的关系就坏掉了 你加一点的气氛 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我说你花这个时间 你责怪她 责怪她的时间 又来为她祷告 我说效果才会出来 因为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说 神若帮助你 谁能够抵挡你 弟兄姐妹不是 所以神若帮助你 意思不是说神不帮助你 而是神呢 你需要神的帮助 那你怎么能够确定神的帮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向她祷告 你向她祷告 就是欢迎上帝呢 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你为你的家庭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介入你的家庭 你为你的孩子祷告 上帝就介入你的儿子的身上 弟兄姐妹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真的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的 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 就是这个再坏的 再不好的习惯 再不好的表现 丢姐妹上帝都有办法 都有办法 有一个姐妹 有一个牧师 你知道她很 她 她 她是 她是 在那个 在美国一个医学院 在美国医学院要进去 也是不容易的 虽然都是升行的 可是 竞争太激烈了 她能够升行去 反正就要说 非常的优秀 但是丢姐妹 她读了两年 她竟然就开始 她就开始吸毒 然后 这个吸毒要很多钱 她就开始贩毒 最后 因为她很聪明 她就变成这个 变成中堂山 中堂 中堂山 后来就被抓去 你知道她就 她是一个 非常悲逆的人 非常非常 凶狠的人 但是丢姐妹 也知道 她有一个妈妈 她妈妈是非常爱主的 一个基督徒 天天为她的儿子 就一直祷告 她知道 她没有办法改变 她儿子的 作为 丢姐妹 就一直为她祷告 那这个 她妈妈就 每一次 在监狱里面 就送 就 反正就送圣经给她 你知道 她妈妈走了 她就把圣经丢到 丢到垃圾桶里面去 她根本就不要 丢姐妹 知道 她后来 她是在 她是怎么幸福 上帝就有她的办法 就在 她呢 那个监狱是两层的 一间 就两层 她睡在下层 她就看 这个 没有事情做 每一天 没有什么事情 她就在那边 太无聊 她就看那个 那个床 床的那个板上 有很多的字 以前的人写的 原来 那个是 前面的那个人 写了很多的圣经的经文 写在那个地方 丢姐妹 就这样子 就这样 天天堵 在 留在那个床板上面的那些经文 丢姐妹 圣灵就开始做工 后来 她就在监狱里面 她就信了耶稣 后来 她在监狱里面 就完成了 完成了神学院的课程 所以当她出狱的时候 她就开始成为一个 这个传福音的人 丢姐妹 怎么有可能 怎么可能改变一个 这么悲逆的一个孩子 堕落这么深的一个孩子 丢姐妹 上帝的办法 那你有怎么办呢 丢姐妹 为她祷告 丢姐妹 我们有正大的信心 因为神既不爱惜她自己的儿子 为众人舍人 岂不把万物和她 一筒白白的吃给你 亲爱的丢姐妹 感谢主 我们永远站在神的那边 上帝就站在我们的这边 丢姐妹 在导图本里面讲到 有人问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那这个 有人问林肯总统 他说 他说我们北军 我们打仗 我们就祷告 他说南军 也跟我们打仗 他们也在祷告 他说 林肯总统先生 上帝 会站在我们这边 还是会站在那边 站在南军这边 不是站在北军这边 林肯总统说了清 他有智慧的话 他说我不知道 上帝会站在那一边 但是我知道 我站在神的那一边 亲爱的丢姐妹 感谢主 我们站在神那一边 神就帮助你 神若帮助你 神能够抵达你 阿们 上帝赐福给你 每一天就依靠上帝的大力 上帝会帮助你的 你是我们 神所知道 也是神所拣选 上帝就在你生命 在你的身体里做祂荣耀的工作 别忘记 吃苦就像吃苦一样 上帝要借着 不容易的环境里面 让我们经历祂的大难 上帝 阿们 下帝